对治昏沉 对治妄念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对治昏沉的方法是精心 拜佛容易昏沉 让佛拜佛 用这个方法来对治 广念多的时候 用直径 这个直径和禅定没有两样 方法没有一定 要懂得自己调节 用什么方法有效 你就用什么方法 总而言之 这两种是一切众生的通病 过过都有的 我们要找出有效的方法来对治 这样子才好 对治疗的方法来对治疗的方法来对治疗的方法来对治疗 即使 CHANNEL做一个现场 这就是 simple妙新的生活 存喜者 你很好吃 微分吃 这就是在冷据中hal 如此 但是